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 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 耐人寻味的是仅仅不到48小时 微软中国发布声明拒绝中国政府数据处理本地化的要求 那么微软的声明是否对中国国家数据局的管理进行挑战 在美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的背景下 微软是否会考虑退出中国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 除了国家数据局就科技领域改革 还包括重组科技部和成立中央科技委 这些调整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 本期节目将就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美国纽约地区经济学家秦鹏 最近中国微软用户接连收到系统发出的数据跨境处理提示 你的数据将在你所在国家或地区之外进行处理 如果用户拒绝授权将无法使用 微软称跨境数据传输是为了使产品能够按预期工作 数据传输包括但是不限于美国 对于已经付费但不愿授权的用户微软提供退款渠道 此事在中国网络迅速引起热议 一些网友指控数据传输到外国不安全 要求微软必须将数据留在中国 也有网民认为将数据留在中国等于帮助中国政府监控民众 也有人怀疑在美中加速脱钩的背景下 中国网络炒作该消息可能为了煽动反美情绪向美国施压 3月10号中国大陆一篇报道出来辟谣 报道引述一名微软工程师的话说 由于系统维护更新 目前用户无法在官网购买使用各类中国版本的产品 只能用国际版 所以才会出现数据传输的提醒 该工程师称 国内版用户数据会在北京和上海的数据中心处理 若在中国的用户使用国际版 则会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处理 同时国际版要求用户授权数据传输 不过根据海外媒体报道 很多遇到提示的中国用户并非刚刚购买微软产品 而是多年的用户 所以上述说法似乎很难自圆其说 最近很多网友都在谈 就是说微软对于跨境数据处理的这个提示 就是就担心说微软会离开中国 那么这个事件刚好也跟这个 国家数据局的成立的时间相重合 您觉得这两个事情是有关联吗 还是网民的过度猜测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关联的 国家数据局其实它做了这个三件事情 一个负责推进数据制度的这种建设 第二个是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开发利用 第三个是推进数字中国 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 就是一大堆的这些数据 把过去的由大概15个部门 这种九龙治水的这样的一个权力 统一到了国家数据局 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它必然也会给整个原来的工作 带来巨大的影响 其中的一个大家都知道 它不仅仅是推进就是高科技化数字化 然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它还包括了管控社会 包括让跨国公司把数据本地化处理 搞这种数字集权 甚至是可能会卷入像TikTok 抖音的这个海外版一样的话 在国际上会引起这种数据的窃取和隐私窃取 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纷争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像这个微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它其实是很懂的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就跳出来说 你的数据将在你所在国家或者具体之外处理 登陆这个微软office windows adjour 这些账号的时候的话 它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提示 这个就本身就意味着说呢 它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有一些地方呢 不要完全是遵从中国政府的要求 因为否则的话会给它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 或者给它将来也带来很大的危险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关联吧 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就引述了一个 所谓的微软中国的一位工程师的话说 现在这些国内的用户的数据 都是在北京跟上海的数据中心处理 那么也有海外的媒体报道说 有一些用户说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们已经用了很多年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提示 就说这个说法有互相矛盾 那您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应该跟微软的这样 分开治理的策略是有关系的 就是微软的云 还有呢 Office Windows 这些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两大类版本 一大类是中国版 一大类是国际版 国际版它就会出现这个数据传输的处理 这个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跨国公司 或者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在中国国内 但是呢 它本身是外国的 或什么等等 这样的一些人 它就涉及到说 它实际上 它不属于这个中国实际管理的 所以搜集什么数据 然后的话 怎么去用 这涉及到说 将来微软自己也会牵扯到 这法律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 它在这个时候 它其实就是跳出来 所以说国际版会有一个数据的这种提醒 而中国数据的话呢 中国市场 它应该还是有一家中国的技术数据管理公司 叫做实际互联 在帮着微软呢 去运营 通关的这些业务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呢 体现出来说 微软在某种意义上 在对中国的一部分的这种客户 或者当局的法律 进行呢 和适度的去尊重的同时的话呢 它也在考虑 未来或者是长远上来讲的话 它可能遇到一些法律风险 或者呢 甚至是将来进一步的发生这种 中美进一步的对抗 它怎么去处理的这种难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微软 可能它也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在俄乌战争中的时候 微软呢 当时是对于俄罗斯的人呢 他要去比如说升级下载 一些微软的这正版 当时也是跳出来 这样的一提示 比如说 后五年的请求有问题 如果需帮助的话呢 请这个访问 微软的支持联系页面 那么呢 就说他这样的话呢 找不到这个文件啊 目录啊 就是这种类似的 所以这个就代表着说 他其实会对某些 这样的特定的国家 或者地区 有可能会出现断供啊 等等这样的事情 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也就涉及到说 美对抗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了 您刚提到国际版 跟国内版这个两种不同的版本 那么现在 现在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 有没有可能就是 微软就放弃国际版 因为中国还是有挺大的市场嘛 尤其Windows系统在国内 几乎上是 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您觉得他会不会就 放弃国际版 然后再加强这个 国内版的这个运行呢 可以讲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说这个微软呢 它毕竟会有很多这些代华 外企啊 政府啊 或者很多其他的 这样的一些这种机构 所以他们的这些 还是会有一些国际版 这样的需求的 对于呢 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微软 你看起来它在中国 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用户群 对吧 就是几乎上网的人 都会用微软的Windows 用Office 但是呢 微软几乎收不到钱 因为中国的这些这个软件 基本上都是大家 大部分用的盗版 所以他们在中国的这个业务 它实际上这个挣的钱 但它整体的这个营业收入的 也就是2% 而且呢 这里边还涉及到 微软的一些商用端的 这个这种客户 包括这种云啊 包括我们 还有数据库 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对微软来说呢 为了中国的这个 非常小的一个市场 然后去得罪 或者去改变整个 它的这样一个这种策略 甚至的话呢 将来会承担一些 对状的风险 甚至是法律的一些风险 这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微软不会这么干 所以它不会说放弃 这样的一个国际版的 但它可能会考虑平衡 说有一些产品 对吧 按照中国政府规定 你必须把这个数据 就放在中国来运行 就跟当初我们知道说 像这个云上贵州 它就要求像iPhone iCloud 它的云上的一些这种信息啊 通讯录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数据啊 放在这个云上贵州 放在云南那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有那样的一些考量 就是说它存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上 这个的话呢 不经同意的话呢 比如说它不敢往外传 而且呢 还是有这个中国公司 或者合资公司 在进行这种监督管理啊 所以这些做法 它可能会平衡的去考虑 也就是说 对于微软来讲 那么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挤动 倒并不代表说 它现在已经撕破脸 要和中国政府 或者中国市场去做告别 拜拜了 对吧 它实际上呢 还并没有完全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 它一方面 它必须考虑长久 这种地壮 或者是彻底脱钩的这种可能性 另一方面的话呢 它同时也其实也在平衡 说中国市场和中国政府的 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举手吧 您刚才稍早前提到 就是在俄乌战事的时候 微软对于俄罗斯市场 做些反应 那您觉得 微软做一个跨国企业 它有多大程度上 会受到美国的 对华政策的影响 这个应该说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它本身是一个美国公司 在整个高科技领域呢 美国是有这种 绝对的技术霸权的 哪怕不是一个美国公司 美国真的想特别想制裁的话 几乎可以是 用这金融手段 因为在金融手段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 美国也有绝对的霸权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其实想制裁水 或做什么的时候 它其实就有绝对能力的 而且呢 中美对抗的这样一个前景 说实话这种 比如说 假如说中国打台湾 那么带来的结果 很可能就会导致 金融制裁 科技制裁 或者是能源 粮食等等 这样的进口 进入 这种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那么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 俄罗斯是一样的 甚至在中国将来 受到的麻烦更大 因为俄罗斯 自己是产石油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作为这样的一些 高科技公司 我觉得它肯定 还是要去考虑 美国政府的 这样的一规定的 否则它自己 也是没有办法的 听众朋友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 财经史诗听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捍卫数据主权 微软与中国国家数据局 交锋 请继续收听 就在微软数据主权事件发生的两天前 中国全国人大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 宣布将组建国家数据局 将由国家发改委管理 负责协调国家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开发 数据是尖端技术发展的核心 被中国政府设为必须严加控制的战略资源 此前中国国务院印发 《数字中国整体建设布局规划》指出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称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扩大了对数据的控制 作为2021年一项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中国出台了管理企业如何收集和管理数据的新规 分析人士预计 对于个人数据和网络安全的监管 基本上仍是国家网信办的职责范围 人大政协开会的时候把国务院机构重组方案提上日程 国家数据局这方面他也特别提到说 就是协调以前是很多部门处理这个问题 可能会产生不合理或没效率的一些现象 那您觉得现在加强集中管理的话 是不是能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国家数据局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环境 国家数据局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在这个省市 还有些地方性的大数据局 网信办或者是数据的这种中心等等 他就在去协调去把各省市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比如天气 交通 经济等等的话 就给他统合出来 这样的话提供整个城市的完整的样貌 让大家去应用 还有是把整个的服务 包括政务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 去推上了网络 推上了一些应用 还有在把一些医疗 教育 出行 电力 这些数据原来他好多都是在这些不同的部门的 国体 什么政府机构 在这里边给他打通 然后大家用起来 所以对于这个事情 现在他相当于有了一个中央的这样的统一管理的机构 同时又把原来是各个地方分散的这些东西组合起来 作为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机构 所以他未来就会带来这样的几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 他就会使得中国的原来这些数据 我们讲基础设施 应用服务 或者数字中国的数字社会的这种建设 这个的话他就有了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或者是统筹 就对于中国的技术发展 社会服务 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他就有了这样一个正的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应该承认的 另一方面的话 他在整个数据的交易 或者是这种共享方面的话 他也应该会做一些工作 比如是很多不同的部门 或者不同的公司 个人 他其实都可能有些数据要求的 比如说这个新能源汽车 他要去做新产品开发 他可能就希望获得年轻人的一些 用车的数据 交通的数据 或者其他的一些 或者你到跨境贸易 对吧 他可能会需要考虑引入 天气 航运 公路 厂商的产能数据 自身的数据 然后调整这样的一个计划 否则的话你跨国厂商的话 就可能会有订单预期 这样大量的一些事情要罚款的 还有可能其他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不同的部门 或者是个人来讲 他其实有可能有一部分 原来是政府是开放的 但有一部分是需要进行相互交易 才能够完成的 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说 怎么去定价 怎么去通过什么样的交易所 过去是在各省市也有一些的 什么广州交易所 北京交易 上海交易所 等等的 所以这个部分一旦说成立了数据局之后 他这个就是说数据的交易 应该会加快 而且会可能干起来 做起来相对更规范一些 有人甚至给他这种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他说是重要程度和类比这种 证监会的成立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这样方面的 一个积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交易 他有一部分 他好像是有一个数据的20条 我是担心这个过程中会出现 国际民退 对吧 强制的由国家去收缴一些民营企业 或者其他个人的一些数据 这样就牵扯到隐私问题 牵扯到其他的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将来 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局 他必然会带来的一个影响 因为其他领域发生的问题 一定会在这个领域 也进一步的发生或者强化 特别我们看到了 中共当局现在又比较左 在向这个集权方面去扩张 还有一点 我觉得他的一个变化 就是跟微软一样 也有包括我们说特斯拉或者是新果 他也是屈从于中国政府的 数据安全 网络安全 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可能也就带来说 这些数据在进行本地化处理 然后去强化这方面的要求 这个也可能会带来这种冲击和对创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中国政府 他做这些管理的时候 他其实非常强调的安全 这个安全里边其实点呢 他强调的叫国家安全 说白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统治 能不能维持下去的一个问题 它的一个核心问题 也就是说国家数据管理局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成立的话 它其实会第一步的强化数字集权的 对个人的这种自由安全各方面来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两会之后 因为以前各方面的言论管控啊 或者许多管控其实也在加强了 而在以前的时候往往搞一个什么大的一个会议 或者一个行动的时候 在搞这个之前或者早当时 有可能会网络封锁啊各方面也困了会很紧 但是过去之后可能就放松一些 但是以后来讲的话 中共可能会越来越加强这方面的这种控制 因为现在呢经济不行了 世界也在加剧 社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动荡 对中共的影响会很严重 所以呢我觉得数据局的成立 它也会大大的去强化数字集权 此外放在国际层面上来看呢 那么中国数据局的这个成立 我认为它也会去强化这和国际的冲突 或者是强化这种对外的数据的扩张 比如中国在2017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情报法 要求呢中国的公司必须呢 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去提供配合情报部门 国家安全部门呢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我热的这个TikTok 它有可能也会被中国政府的强化监管 然后呢要求它去完成中国政府的一些这种事情 那么当然包括其他的中国在海外的 大量的这些APP 大量的这些网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 像华大基因呢等等这种公司 都可能会被它纳入到这个数据管理的一个范畴 而这些的目标来讲 它就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政府的全球野心 所以当这么去做的时候 因为过去可能是相对来说还是九龙治水嘛 对吧可能至少有15个部门 可能有一定的数据管理权 80%的这个数据局所掌握在国企和这些政府机构手里边 而现在呢有了中央级的强大的一个管理部门 它就可能把这个政府能力就可以整体调动起来 它可能就会去强化 我们说对内的控制 对外的扩张 对外的对撞等等的 所以呢在这个领域的话呢 我认为数据局的出现也会的话 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甚至呢将来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刚才是本期节目嘉宾秦鹏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 加强科技极权的相关讨论 请继续收听 中国政府正在强化科学技术部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 科技部的职责有所变动 许多业务划出到其他单位 改组后的科技部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分 方案称这是推动全国新型举国体制 中国国务院秘书长肖杰在会上表示 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 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肖杰还称 有关中国科技部门的改革 是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打压的严峻形势 多年来中国透过购买或并购西方企业 市场换技术以及剽窃抄袭等手段 获取西方技术 但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以来 美国在芯片和其他尖端科技方面 对中国实行更多的制裁 为了摆脱对外国芯片的依赖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多次提出 打好卡脖子技术的攻坚战 在习近平主导下 中国已经掀起一阵造星热潮 但随着过度投资 疫情导致经济下滑 许多高科技公司纷纷烂尾停工 大批芯片大佬落马 去年中国共有5700多家芯片相关企业被吊销 比2021年的3400家增加将近七成 接下来我想请您谈谈 这个关于科技部的重组 以及这个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科技委 你有什么看法 中央科技委 它和之前的这个科技部 它都是一回事 科技委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它有点像这个金融委 或者习近平主管的那小组一样 党的层面的 它涉及的部门 或者是整个这种幻愁来讲 它可能更广大 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话 要亲自去抓这个科技了 未来的这样的对科技的投入 政策资金倾斜部门的协调等等来讲的话 都会去强化 这个提展出来 他要去搞科技大循环 科技自立和美国为首的 这个国际社会去竞争 这样的一个这种野心 现在是在强化的 但是从过去的成果上来看 由政府去牵头 完成这样的一个科技进步 实际上效果上是不太好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讲成立的大基金 关注于投资晶片 结果后来就弄出来一些烂尾 包括武汉红星 百亿项目去破产 或者好几个 有六七个 那么大规模的百亿级以上的 还有就是说像 新华紫光 或者很多这种企业 它的这种涉及到 我们说腐败 或者涉及到这样利用股大基金的这些钱 最后没搞出特别什么东西来 去买了一部分的股份 或者买了一部分厂 等这个 所以完全由政府去主导 去搞一些科技 特别是像芯片 我觉得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特别假如说 第一要和国际上社会去交恶 那你要跟所有的国家都去做对 然后的话呢 去自己再搞一个这样的一个独立的 什么芯片制造系统 芯片的这样的一套生产产业链 这个可以说是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即使你能搞出来 那可能也得一个十几年 二十年以后了 那在原来的这个世界上进步的东西 又落后了这个一大段时间了 所以呢 搞大科技呀 不是说它中央 或者是整个参与协调不好 或者呢 因为别的国家也有产业政策 美国也有这种科技的集中的一些推动 对吧 包括美国现在是为了这种芯片去做 所以它也有 但是中国就是 如果你和国际整个社会去对撞 发生冲突或者是分割 然后的话去让整个人家去制裁你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下去搞一些这种大科技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南辕北辙 相互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对他的这个整个克力更生来讲的话 我不是很看好 因为这个部门的成立 就中央科技委呀 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成立 然而的话呢 就意味着说 习近平政府的话 他现在决定了说 是要进一步的和这个国际社会的脱钩 对吧 所以的话呢 然而会进一步的去强化 中国的就更大的一些麻烦 好 请问今天就非常谢谢您这个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了 好 谢谢您 非常感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时事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饶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拼音反馈 A一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